大飛翰天 解放台灣 那當然 所謂的學者李毅 又號稱國師 他們往往大言不慘 但是當他們不停越來越左 不停在這裡謾罵 不停 就是說那些中共最喜歡聽的說話 就是武統台灣 台灣究竟要死多少人 各樣東西 但是中國是開綠燈 他們喜歡這些民粹的言論 但是來到這裡已經是失控 李毅曾經說過 解放台灣 解放軍傷亡不會超過兩位數 就是十個人不夠 台灣集總根本沒有還手之力 也都不敢還手 哪一個犯狂就豬連狗族 戰後治理很容易 先殺一半 剩下的就會給狗眾聽話 定時給狗骨頭就可以了 這個是李毅 當這種言論 中國不封禁的話 跟著他下一個是說什麼 他說 中國要打台灣 留島不留人 中國可以犧牲一億四千萬的年輕人 參與台海戰役 要修復台灣 是人命如草介 他說 愛國青年 他們一定會奮勇地向前 但是沒有說他的家裡和他的兒子 是不是很厲害 這種言論沒有被封禁 就是說 得到上高的最佳指示 就是沒有問題 跟著他下一句是什麼 台灣問題如果再拖下去 是中國政府的恥辱 是中共軍隊的恥辱 換了黨算了 換朝代算了 如果這個問題都不能夠解決 台灣問題再拖下去的話 你還收拾什麼證 換人吧 這種就是所謂的民粹主義 他們得到獎賞 他越來越興奮 因為他知道他說這些 是不會被追究 是中國國家領導人剛剛聽的 結果他過了火 為今時今日他直接告訴你 他當真 叫換了習近平 叫中國共產黨退場 下台 我相信你說這句說話 台灣人一定很高興 美國人很高興 至於中國人高不高興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就是因為中國這種體制 你就看到這些人 可以在大學會堂上高 可以在殿堂上高 不停在說他們不知道說什麼的 當然了 你說他對不對 不對 維護祖國統一 是責無旁貸的 所以 如果真的要打這場仗 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打的 我支持他 為什麼 完成祖國統一 是中國十四億人的夢想 是這樣的話 如果你作為執政黨 你不打的話 習近平你留下做什麼 你中國共產黨做什麼 我相信是大量的人很高興 是不是 因為終於有一個真真正正骨頭硬的人出來 至於會不會被告煽動 或者顛覆國家罪 這樣就要交由中國共產黨去想這件事 但是問題所在 共產黨會不會對李毅出手 因為他們已經成為了中共的代言人 如果 如果你出手 教訓李毅 禁言封號的話 這樣 這種愛國言論 很有可能就即時收聲 但是你不禁的話 只會越講越凶狠 習近平怎麼收課 因為李毅講一句 實際上李毅的粉絲 在網絡上都支持 他是有幾千萬人 是有幾千萬人 視他為偶像 視他為真真正正的言論大V 這把火真正燒到埋身 所以有時候 你放任的 你要收的 究竟 已經去到進退兩難 節目做到這裏 希望大家like 追蹤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Patreon 但比我怎樣呢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之前司馬南都幾乎死了 天天講反美 跟著被人踢爆了 自己在美國買了樓投資 甚至家人在那裏 跟著被中國共產黨封頂 跟著其他的愛國大V 不斷 不斷踢爆他 今天又到一個李毅 拜拜